这边这一盘的话 在没有情侣和安妮的情况 面对稻草人 如果拿机器人 确实是蛮克制稻草人的 就是机器人手里一堆打断 你稻草人 只要我发现你在哪里读大招 我有很多办法去 打断你的这个大招的施法 而且你是没有办法 去用W吸血的 对 破不了 看一下这边 皮眼灵还在游 因为机器人这个点不太稳定 所以说现在不太受广大玩家 包括我们世界第一韩国的 那个Modlife 到现在很久都不拿机器人 不敢了 对 不敢用 确实不太稳 最后看一下 电棍的上单会拿到谁呢 这一盘一定要拿一个大肉 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不知道会不会确定 圣最近已经不太出场 因为这个英雄 属于一个 就是优势局很好用 因为他私一分推 又能及时支援 但是军事局和劣势局的话 就属于打团有点无力 废 对 没有之前那么火 但是这一盘 他们是需要一个给力的前排 那么就是 萌多也可以的 选定了 其实这盘如果拿萌多 效果应该也不错 有可能吧 那么现在是阵容已经拍下来 下路这边 EC加机器人对阵的是奥巴马 加上稻草人 上路的话也是拿到了 最近这两天首次登场的圣 好久没有看到他了 前段时间不是过节吗 就是跟我没什么关系的节日 圣诞节 对 圣诞节不是 凤凰死后不是变成一个蛋 可是圣诞节不是跟你很有关系吗 好吧 就是圣 蛋快乐 你突然懂了 对 圣 我居然 我秒懂了 是 所以你还是挺 那么这个阵容的话 圣 这个打上单 那么 可以说整体来讲 这个YG的团战会有点优势 就是他们的这个上路圣 是能给予到自己关键点 像ADC或者发条一个护盾 这样子鳄鱼也好 还有瑞文也好 你切别人的时候就 想秒人比较难的 然后这一盘YG只要能 把前期这个推塔做得不错的话 还是比较好打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老干爹由于拿到了锐文中单 加鳄鱼上单 都是那种激进 打得很激进的一个英雄 对 冲脸 而且都输出比较高 鳄鱼 对 鳄鱼算是坦克里面 最有输出的一个坦克 是的 那开了大招之后 再带上阳言 每秒对周围的一个 很高的伤害 再加上自己怒气满了之后的 这个一套爆发 还是非常恐怖的 就是他怒气满的时候是 他怒气就是 他只要有50点的怒气 他的三个技能 叫DAR 61 Q 这三个技能是 都是有一个附带 额外的这个属性的 Q有额外伤害 W也是一样的 好的 我们也是进入到第二场的比赛当中 是 Go 是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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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